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原因令牙肉生疮? 可否只打牙肉消炎针? 还是要剁牙筋呢?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 好, 这个问题是 首先, 牙肉消炎针真的没有 当然我们在最任何治疗的时候 之前都应该找到一个原因 为什么会生牙疮 其实生牙疮可以是因为牙周 即是牙肉的问题 也可以是因为牙根发炎的问题 如果是牙肉的问题 就要去深层的清洁 擦干净它, 甚至放浓 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 如果是牙根发炎的问题 就要俗语所说的导牙根 也有些案例是 其实是有牙肉的问题 加上牙根的问题 其实可以变成两者都要做治疗 才能够处理牙的问题 为什么睡醒之后 新腿的小腿会硬崩崩的 这个问题就有很多可能性 究竟是睡醒的问题大一点 只是新腿的问题大一点 小腿硬崩崩其实也有很多可能性 可能是肌肉的问题 又或者是神经线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是之前那晚很粗劳 用得很厉害的肌肉 睡醒后 当然也未必完全不可以康复 也可以有点硬 但是有时有些神经线 封住到 特别是移动腰椎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神经线 有时也会有些硬包包 或者想抽筋的感觉 特别是如果腰椎不是很稳 有时有些轻微的移动位 或者是不太硬 可能会移动腰椎的时候 又蛇扯到感觉有些不正常 也可以这样发生 不过这个情况就很难说实了 真的要看看医生才知道什么事了 17岁女孩 6年前皮肤出现一粒粒红色 平时皮肤又很痒 洗完凉之后更加痒 为什么 其实我们皮肤痒痒出粒粒 真的可以有很多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少的情况 都有机会因为洗完凉之后 而令到患处的病症更加严重 例如可能有些叫沉麻疹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会在一些极端的温度、湿度 例如可能就是洗澡的时候 比较湿黏 或者洗澡的时候 我们会把皮肤捉住 而令到我们的患处比较严重 这是可以常见的情况 而例如我们洗澡的时候 用得太热的水 或者洗得太久 有机会令到我们皮肤的油脂减少 从而令到我们所谓的皮肤屏障受损 令到我们皮肤比较容易 被外来的致问员入侵 所以洗澡的时候 我们尽量应该避免用太热的水 也不要洗太久 有时如果我们洗完澡之后 记得用一些润敷膏 去包裹着皮肤上去保湿 减少皮肤干燥的情况 那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形变而解了 继续回到健康关注组 我们继续探讨一下疾病创伤引起变形 或者是缺损 怎样可以靠整形去重建 对, 现场继续有两位嘉宾 包括有整形外科专科刘兆基医生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zanna 刘雨珊, 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意外产生的 面部的缺失缺陷要整形 有没有疾病而令臉会变形 或者有缺损而要整形 我想到一个例子 例如病患生了皮肤癌 原来皮肤癌是最常见的 是生在全身上 因为始终它是比较外露的位置 而皮肤癌的起因 都是长年累月的太阳照射 曬太阳 因为太阳里含有紫外线 所以例如一些高危的区 例如额头、鼻、耳朵 都是一些容易生皮肤癌的位置 凸出来的地方 但是皮肤癌是会怎样的呢 在皮肤上是怎样不美化的呢 我们通常会留意到 有一个我们叫病座的位置 可能是越生越大 甚至是自己有无端端自己缺损 损了口的 或者会甚至流血 这样我们就通过临床的诊断 如果我们怀疑是皮肤癌 通常我们要通过一个皮肤活检 用一些皮肤组织去化验 就得知是皮肤癌 割除通常要在一个安全范围 所以你可能看似一个 可能只有4mm的皮肤癌 我们可能缺口要在3mm的安全范围 其实是差不多1cm的范围 如果在鼻尖上有1cm的皮肤活检 你可以想象到有多大的缺口 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整形的技术 就尽量把不正常的面孔 尽量变成正常 因为患癌除了那个地方 弄好它之外要花时间 本身患癌已经是一个很漫长的折磨 打击治疗 因为癌症本身已经很花时间去医治 对 心理是双重的痛苦 是吗?Susanne 对 很多人听到癌症就已经很害怕 可能第一次想到是否会死亡 是的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癌症病人 经历了有几个阶段 我们接受到最后接受这个癌症 第一阶段是否定期 即是否定期 否定是否不是我的 我不太幸运有这个癌症 到第二阶段 然后开始知道这个事实之后 就开始想生怒 生怒、愤怒期 然后就会生怒 为什么我没有吃烟、没有吃烟 或者我没有做什么 我又没有曬太阳 为什么我又有皮肤硬 还有其他东西 接着到第三个期 可能是我们称为套价 一个讨价还价期 不如我求神问佛 求上天 好吗?我做什么 可以没有这个癌症 接着 但是到第四个阶段 就是一个叫抑郁期 即是抑郁期 开始就开始不开心了 因为开始可能接受治疗 也都知道病在身体的状况是怎样 到最后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才去接受 接受 接受这个癌症在身体发生 所以刚才你们说得很对的 就是很漫长的阶段 可能是患者本身已经很辛苦 很多挣扎 身边的家人和照顾者也陪着他 一起去经历很多这些不同的阶段 当中有很多情绪起伏 除了刚才说的抑郁期之外 就算医治好 也可能会有焦虑 例如在面部有些疤痕 或其他身体有些不同的 切腫瘤的损伤 都会提醒自己 糟了,我会否又会复发 伴随其来的就是一些焦虑 或者一些担忧 医治好后,我要做好臉 是否也会有一种的倒运器 做得好成数大不大 我们通常都想尽量帮病人 回复翻遮的比较正常 我们做整形外科医生 我们要考虑 例如疤痕 尽量要放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 例如一些天然的一些界线 例如鼻和面之间的那些疤位 或者一些虎纹位 或者如果在额头的话 尽量要把痕是横向的 不要打动一个痕在额头上 这些和借助适合的技巧 例如刚才说皮肤癌的重建 我们通常尽量都可以用 一些谷布皮反的东西 即是在周边附近 移动一些皮肤过去 在颜色、厚薄、皮肤的纹理 这些会最不显眼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在臉上的伤口 我们才考虑做直皮 多谢两位嘉宾上来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观众 对于任何健康问题 有些东西想关注的话 欢迎上到我们的Facebook 开TV健康关注组 有专业留言给我们 又或者WhatsApp我们 5399-5388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两位 多谢,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